今天说一下有效电汇刺激的时间间隙 前面说过脑控就是人类脑计划的展开 他们需要发射跟踪目标 发射高强度的电磁脉从刺激受害者的脖子肌肉 还有面部上的肌肉通过肌肉来传导传输神经信号 通过电位刺激的方法研究人的大脑 这里讲一下他们发射电池有效刺激的时间间隙 因为他们每一个次他们引起了这么多大脑的神经信号 不是所有的刺激都是有效信号的 一百个刺激里面可能只有十个或者二十个有效刺激 有效刺激就是需要他们工作 需要了解你大脑工作过程的 为了了解你大脑工作过程 来给你大脑输入参数的这样一个刺激 这样这种刺激就是在你大脑里浮现出图像 记忆 情绪 或者单词的 或者一个词语的这样一个刺激 这样的刺激就要可能我理解的刺激结合论文上 说的可能就是有效的刺激 有效刺 还有还有其他很多干扰的无效刺 有效刺大概只有10%或者20% 这些有效刺才是最关键的 其他都是为了干扰目标的注意力的 在受害者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下 然后发射有效刺 因为他们工作的前提就是 目标要处在无意识当中 要处在注意力被转移的 瞬间发射有效刺激 来观测大脑的反应 那么我们就来 请看黑板 我们就来看看 关于人注意力的一些事情 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它就像一个 它就像一个 单进程的CPU 不是多进程的 是单进程的 它的注意力是需要分配的 请看黑板 黑板上的这个波形 这个高电位 高电位代表一个注意力 A B代表 把注意力分配在不同的事物上面 B代表被脑控吸引的注意力 注意力分配到脑控上 被脑控干脑上 就是他们可能说了一句 对目标说了一段话 然后注意力 然后注意力 受害者立马去聆听 或者理解他说话的内容 这个需要注意力去分配 注意力去 放在这个语音上 语音 倾听上面 A代表 A代表 A代表除了B以外的注意力分配 我们可以看到 注意力是一条线 一条高低起伏的 像脉冲一样的 电脉冲一样的 这单进程的注意力 如果能注意力 像是一种离散的话 那可能代表它是 有一种精神分裂的增长 我们再回到主题说下 有效刺激的时间间隙 注意力是 注意力这里的长 长代表 代表对事件A的 专注程度 B短一些 就代表 注意力 放在事件B上 然后很快就被转移了 这个 越长代表 注意力越集中 放在这上面的 注意力就越持久 因为注意力也是需要 大脑提供能量来维持的 就像电脑显示器 显示 内容一样 它电脑显示器 像电视 还有电视 都是有刷新率的 刷新率60赫兹 60赫兹 一秒 就是一秒显示 60帧 60个画面 那么每一个画面 都是需要一个电脉冲 电脉冲来维持的 一个高电位的 电流去维持它的显示 而它们的有效刺激的时候 就是在高电位的时候 高电位一个专注于一个事件的时候的下降年 比如这也是一个方形波的注意力表示 这个是一个曲线的一个注意力的正弦函数的那种方式的一个注意力 从这里开始表示 从这里开始就相当于在这里 相当于在这里 表示注意力 正在把注意力放在事件A上 就是在这个点 这个点 然后从这里一直维持 然后这个点就转折 就相当于在这个点 点这里 就是在这里 就是代表 在A事件上 比如我要 我要做一件事情 想一个事情 然后 这个事情已经想完了 想完了 那么我的注意力肯定要释放这个注意力 要转移到另一个事件上了 然后这个脉冲能量消失的过程 消失的转折点 就是这个 就相当于电脑显示器 显示器上 显示着60帧的其中的一帧的能量维持 由高电位的上升 然后代表这个交流性化的消失 然后消失以后 它会等待下一个电流能量的到来 去维持它的这个计算器 显示器的显示 现在这个 在这一点上 注意力已经被 已经要被释放掉了 释放掉了 它要把注意力分配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了 可能要事情释放到B上 B代表脑控跟受害者的对话 对话就是 B就是脑控干扰 脑控工作者 各种干扰的方式吸引注意力 它们的刺激就是在 正常的注意力 正常的注意力的思考 即将要思考 就是想完 就要注意力分配完毕的话 分配完毕的时候的下降严 就是这个转折点 转折点 比如这个是个A 就是正常思考的A 正常思考的A 然后突然你听到脑控跟你对话 那么你注意力就立马被他吸引过去了 立马被注意力被他吸引过去了 就在 这里跟这个里是一样的 注意力立马被吸引过去 然后就在这一点 思考完毕 你对一件事情思考完毕的话 它们的有效刺激就来了 也就是说 是在 你正常注意力思考一件事情的下降严 就是把这件事情想完了 想完了这时候 或者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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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件事情的 有时候也会在正常是正常想一件事情的 上身眼来自体 反正就是在反正就是在这个转折点 在这里或者在这里 还有这里就是他们 BB这里就是他们开始跟你对话的时候 立马 你注意力马被吸引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 刺激就来了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对付脑控 我们就是要捕捉他 捕捉他们刺激的每一个 他们刺激的刺激在我们大脑里形成的每一个非自我意思 所以把握这个 定位自己的时间间隙 就能掌握他 就能掌握每一个非自我意识的形成的时间点 然后你就能真的有效的捕捉到每一个记忆图片 出现了记忆图片或者情绪 这样就能更好的通过自我意识的方法 来阻止他们获得有效大脑参数 你只要捕捉到每一个非自我意识 他们的那个为了制造痛苦的那种 制造痛苦吸引注意力的那种刺激就会立马消失 他那个是自动的 是有一套程序的 他观察到你的大脑正在捕捉这个 非自我意识的时候 他的那痛苦症状会立马减轻或者消失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来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